亞特蘭大僑界召開了僑務會議 約有二十五人參與 大家是針對了幾項主題 如臺北市青少年民俗訪問團演出 成立亞特蘭大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相關事宜 以及九月份的國慶文化訪問團表演等等 有不少討論 亞特蘭大僑界召開僑務會議 包括駐亞特蘭大辦事處處長 副處長段臺全 喬教中心主任傅錦麟 喬務委員王德 王祥瑞 蔡玉棟 以及各僑團僑里們約二十五人出席 從臺灣遠道而來的兩位搭僑計畫學員們 也列席參與 會議由王祥瑞主持 針對台北市青少年民俗訪問團演出 亞特蘭大僑界關懷救助協會成立試儀 以及國慶文化訪問團表演 進行討論交流 來自台北的青少年民俗訪問團 將於杜魯斯高中演出 內容除了有民俗記意外 也會有原住民樂舞和鄉圖舞蹈 劉處長表示 票券可向喬教中心索取 呼籲各僑團及僑胞們 廣邀親朋好友欣賞精彩的 台灣文化演出 我來到亞特蘭大 我一直希望吹台灣台北跟亞特蘭大這邊做更多的交流 剛好國內派很像一個團體 就是以一個文化表演行事來做訪問 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希望大家心用這個機會 介紹你們的朋友 不僅僅是在喬教的朋友 在工作上的夥伴 或者是你們有認識 包包面面各界的人士 讓他們來看看台灣的表演 另外結合僑社相關資源 以提供僑胞旅外國人及學生 關懷與救助服務的亞特蘭大 關懷救助協會已經成立 該協會的首任理事長 僑務諮詢委員呂志全 在會中廣邀各僑團成員 踴躍加入多加支持 關懷救助協會 他的目的基本上是希望在全球各地 有僑胞聚集的一個據點 成立這個一個組織 那僑務諮詢委員幫忙 我們是台灣來的僑胞也好 或是台灣國人來這邊的話 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 所以這是當然的一個 memory 我不是說我們要來當社工 所有在政府社會福利方面 而是希望我們來當作一個 一個窗戶一個平台 就是利用我們已經現有 很多社團員在做的 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就是讓這個 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知道到這個地方 面諾之後 我們可以把最快速 有什麼單位 什麼地方可以提供救助 可以提供服務 來把它這個面諾上 劉處長頒發感謝牌 也代表僑委會委員長 頒發感謝狀給呂志全 感謝呂志全 臨為受命 擔任亞特蘭大關懷救助協會 理事長 服務僑胞與國人 而該會也將負責辦理 九月的國慶文化訪問團表演 劉處長表示 公司辦事處將全力支持橋界 辦理各項活動 臺灣宏觀電視 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